某什么好用的发型工具推荐 这就来 首先是这个我新买的直发束 真的我种草直发束很久了 一直没买 都因为一跌小鬼哈 但是到手之后真的很直 我觉得简直就是拯救了懒人 它是可以调节温度的 我是粗硬发质嘛 就会调到200度左右 它深温深的也很快 它会显示它的温度 到200的时候你就可以用啦 使用方法也非常简单 你就像梳头一样这样梳 头发下面抓住 就这样梳几下 头发就梳滑很多 看就十几二十秒的时间 两边就弄好了 而且它的效果比纸板夹还要好 我觉得 就是你完全不用担心烫到头皮嘛 它会有那种硅胶材质隔热 下一个淡卷棒 最近不是冬天了吗 淡卷发型又火起来了 就是冬天就很适合这种 雍雍蓝蓝的那种可爱的感觉 我这个给你打开看一下 它是这样两个卷的28毫米 我觉得它稍微有丢丢小孩 你们可以稍微买大一点 它就是也可以看到温度变化的 你把它调到适合的温度就好 而且它的外壳是完全防烫的 特别是这里两个手 拿着用就很方便 我上次用我朋友那个 它没有外壳防烫 真的是淘气难用 而且很容易烫到手 你就这样取一搓头发 它要压下去 然后手拿到这里 数个十秒钟 就会有出现一个这样的 你放下一个的时候 就把它放进上一个的卷里 继续下一个 一触就好了 它很显发量 如果你把全部的头发都弄成淡卷的话 整个就可爱的特别显点小 接下来给你们讲我的卷发棒 它是这种卷质两用的 它这个拉开就是可以当卷发棒用 然后这里有一个锁 你把它按开就可以当纸板夹 但是我买的有点久了 它的款式有点老 旗舰店已经没有这款了 但是有它的升级板 我平时的那些慵懒感卷发呀 还有耳后阔铺卷都使用它 这个你就记住一点 永远记住这一点 夹片朝外 这样一个卷卷就帅了 但是你在它冷之前不要去打散它 就让它先这样 这样它的变形效果才会更好 像我就真的很懒嘛 但有时候为了上镜好看一点呢 你就直卷发尾这一点一点 是夹片朝外 就这样随便卷一下 让它有一个那个弧度就好 你这样随便卷出来的 它的弧度就就刚刚好 很慵懒的那种感觉 把它散开是不是 然后你卷完头发 特别是做完蛋卷之后 鲁顶这里会变它嘛 还可以用它来变大根 也是这样 夹片朝这边 反正像这样拱一下 就好了 最后来测试一下这个直发 说能不能把我头发还原 微信用直发夹都不行 这样不行 啊 就这样 关注辣碟日哟